有耳鸣的问题的人 你一定要这两个影片的动作 有空就多做 然后常常的做常常的做 然后有时候呢 过一阵子呢 你可能不小心你耳鸣 就不小心就好了 我最近一阵子以来 所观察到的最新的一种 造成耳鸣的原因 跟大家分享 那这些耳鸣的原因 我的经验是外面没有的 是我临床发现的 那从这些我所观察到 这些病因 然后去治疗耳鸣 效果会更好